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前 中国青岛海域的虎台规模创下历史最大值 今年夏天噩梦再度重演 台湾中部沿海也出现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虎台大爆发 一波波绿巢入侵东亚 背后捎来哪些环境信息 我们邀请两位藻类学专家来谈谈 第一位是台湾渔越科学研究所的名誉教授周鸿农 周教授您好 您好 接下来是台湾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林秀美 林教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林教授我们看到2007年中国首次在黄海发现了大面积的虎台 虎台已经连续爆发了17个年头 那么今年黄海的虎台的爆发规模跟它历史最大的年份2021年相当 到底虎台是什么呢 虎台就是海洋里面的大型绿藻 虎台它在分类上是属于实存属的一个类群 虎就是那个水虎钻的虎 现在网络上可能有人看打虎钻就是打这个虎 就是不是老虎的虎是水虎钻的这个虎 虎台在全世界海洋来讲的话 它算是一个增长比较快的大型绿藻 一般来讲那在海温适宇在一年之中 它就会有季节性的消长 一般来说可能什么样的海温的温度范围 是比较适合虎台生长的条件 用看种类不同的种类 它有它适合的大量快速生长的水温 根据我们的观察大部分的虎台 它很少在水温25度以上还会长得很好 像多海湾那边和黄海那边 它们的那个种类是属于比较能水性的种类 我们东北角也有 它大概有三到五种 其中一个比较优势 大家比较常提到的 它的species name叫Polyphora 这个意思就是繁生增生 那像彰化这个它被鉴定出来是属于南方虎台 以台湾西部来讲的话 春天比较接近夏天的时候 很多动物就开始大量生长 那比如说西部它的顶泥里面 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营养盐 所以水温跟这个营养盐 同时魅曲刚好是符合它最佳生长状况的时候 它就爆发 主要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今年东亚沿海是频频出现绿潮大爆发 您认为有共通的原因吗 应该是有一点相关 舞台跟陆地上的植物一样 它仰赖水中的营养盐 它主要是氮跟鳞 当然还有很多微量元素 是来自土壤的微量元素 所以海水中的这些成分 物质都是来自陆地泥土 或者是农业人工私肥 或者是人类或牲畜的排移 飞气屋 那么可能会随着雨水冲刷 特别是在暴雨的时候 下大雨 梅雨长期的 那么土石流 这个到最后都是随着河川到海里头 加上有充分的阳光 因为它是行货和作用的 首先我们谈谈大陆这个现象 根据大陆的研究 就是苏北地区 它沿滩一项是植菜的养殖区 包括福建有些地方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养殖区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的 它的天然水域当中 一定有足够的营养源来支撑 才可以形成为养殖区 所以它的天然环境 以及它周边的河川 以及人口或者是农业的使用 都会影响到它这个海域里面的 我们叫陆源污染 把陆源的这些营养源 给弄到海里头来 藻类就跟植物一样 它就吸收这营养跟太阳光 它就长了 那这个时候 紫菜的季节通常在冬天 冬天完 它有一部分留着紫菜 叫留着母猪要采种用的 紫菜还留在上面 那么当它季节后 这个绿藻长在花芽 在紫菜养殖区所用的器材 它原来长紫菜的那个鱼网 它或者要收网 它在洗这个网的时候 它直接把它洗到海里头 海里头它就是会继续长 那就随着沿岸的这个洋流 就往北漂了 往北漂以后到青岛 这个焦州的地方 刚好像一个口袋 水就往里面转一圈 再出来倒就堆在那里了 就用垃圾堆在那里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 青岛海域 它往往是成为虎台大爆发的重灾区 对对 中午当时比较多的人力 也做很多报告了 包括用卫星感测的这个去做 那么提出这样的一个证据 林教授 我们看到今年初夏 台湾彰化沿海出现了 虎台大量增生的现象 您推估它背后 可能有哪些潜在的因素 我大概可以猜测 它那时候的水温 应该可能是在25度上下 那你看它又有营养盐 然后又有牡蠣壳的一些 附着的绳子让它附着 因为通常大型藻类的 它需要附着 长得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种我们在实验室 只要你符合这三个 它在五天内就可以长到10公分 就是你肉眼就看到它每天生长 周老师 那么这当中 您看到什么问题 这次的伤化发生的这个绿潮事件 当然希望是偶发的 但是后面会持续发生 是可预期的 因为这个种会随着海水而来 那随着海水而来 你可能也挡不住 那一旦附上去的时候 你就是把它冲刷下来 冲刷下来它会到下游去 那这个造成的条件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在 沿岸的营养员 这个组成刚好适合它 那再来它发生的季节 它一定有它正常的生活史存在 那如果这些条件都配合好 水纹条件 日光温度这些都配合吃 它就会大量增生了 所以在过去养殖时是经常发生 所以我们就不仇 它没有种在 那当然这个种也有可能在外面飘过来的 海水是相同的嘛 到处都有 您提到这个种 这个品种有可能是海水飘过来的 彰化沿海这一次出现大爆发的虎台的品种 是属于南方虎台 那这个品种呢 其实从中国的山东 江苏 浙江到海南岛 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踪影 它是不是有可能顺着海流而来呢 这个南方虎台这个种类 大概是在2011年 日本人在我们东北的日本石原岛 发现然后给它命名为群种 但是我从它的外观形态上面来看 应该是存在已久 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存在台湾 但是我没有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鉴定工作 所以我认为这个种类 在台湾可能是新纪录种 但是并不是一个群种 因为过去可能被描述成其他的种类 也可能 过去在养殖池里面就已经有存在 主要就是我们养殖的时候 都会在池塘里面丢饲料 那生长的鱼 虾子它会排放 所以营养就构成了藻类生长 台湾过去养龙虚菜 那时候他们的研究 如果养丝木鱼混养的时候 那么丝木鱼会把这个绿藻给吃掉 把这个虎台给吃掉 它不去吃红枣 所以那个红枣的这个龙虚菜就长得很好 这是你过去的研究 包括有这样的说明 主要是江苏这几年 他们开始就做一些整顿 或者是减少紫菜的养殖量 甚至把紫菜的一些棚架 做一些回收处理 他们做到了 可是虎台还是继续大爆发 所以他们认为跟他们是没有关联性的 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江苏跟山东两地的争议呢 我自己在做很多这个藻类生活史 以及它的培养的研究里头 也发现像虎台类 这类的藻类 它的海水过滤 我们用草尾膜 一个micron的这个膜 在过滤海水 希望做到能够没有藻类包子的 结果它的包子或者配置会变形的 变成炸弹型的 椭圆型的 会钻过那个洞里面 所以在做养殖的时候 我们过滤的海水 已经做到非常小心 还是会有这个虎台的污染 所以很难防范 对 但是它的来源 为什么它的季节过了以后 因为已经没有虎台存在了 但是它的种跑去哪里了 这就是隐藏性的藻的种源 到底是藏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过去研究另外一种 藻类叫做 就是红藻的一种 那它的包子繁殖的时候 它等于说当季节不对 它包子出现了 它要发芽了 结果它就转成一种丝状的 然后藏在石头缝里面 它不会死 它会继续用它那种形态繁殖 它就不会去走它的生活史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隐形的种源 埋藏在我们不会去看到的地方 石头缝 胶缝 或者甚至于其他生物体里面 那等到季节到的时候 它又出现了 而且出现的时候是突然间通通出现 它是变成一个叫休眠期的种源 所以知道说当有一个永生流出现的时候 它就会浮到水面上面 又造成大量分子 所以这个休眠期的种源 它有可能是存在苏北的浅滩的泥地 或者是在山东沿岸 曾经长过的地方都会存在 因为它们细胞的各个部分都可能变成一个包子 那个包子条件好的话就成长 林教授 那么您的研究团队也有相关的发现是吗 对对 我有一个硕班学生我们就是做了这个 就是我们去东北角 我们就是同样的一个地点 我们观测了两年 是 我们就发现了 它这个梅雨过后 虎台它并不是百分之百死掉 而是呢 它转换了另外一个生活时期 以失状的形态 残存在那个死缝 所以它就这样子 比很小 我们肉眼可能只能看到薄薄一层绿绿的 是 甚至看不是很大 那它就这样子度过整个 从大概五月吧 五月就是梅雨季过后 气温变高 然后一直到 有时候看天气 可能九月底十月初 就是说它那个时候 它的那个水温 又适合它长 生长比较快一点 就要说 事实上整个东亚的沿海 它应该算是全球养殖 渔业的密度最高的海域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中国沿岸就是海带养殖 紫菜养殖 都是全球第一位 还有各种贝类的养殖 没错 这个都是因为营养嘛 因为它有很多河川 尤其那么长的 流过几个大陆区域的 那么一定带来很多 又经常的泛滥 当然一部分 就在陆地上浅滩 一部分就是水海进来 这方式也包括说 这个三峡大坝的阻断 也会影响到这个 Blongtide 就是铜藻的水花 是相关的 因为营养盐会被水坝蓄积在上游 那一旦它放水的时候 那当然就变成一次性的问题出现 其实中国各地的河川 几乎建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坝 对 我讲过去做了一个德基水库 台湾德基水库过去也是这样 那时候因为缺水要发电 那往往是要护水 所以在枯水季的时候 水就不放 那么山上还在砍发 种植果树 他们就是拿鸡份 到山上种植高山梨跟苹果 结果就造成水库变成酱油水 那一旦台风来的水一放 水又静静了 那么这时候 从那下游去的 当然短时间内 下游以及到海上 都会接受原来上游的 这个营养盐的一个排放 我们只为我们自己目的去开放 开放的结果就是影响到 整个生态该有的步调 人家是黄海的营养盐一直都高 为什么每年虎台的爆发程度不同呢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大家现在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已经开始有人在朝这个方向研究 就是说它可能是 整个生态环境的微生物相改变 这个是慢慢大家开始在怀疑 因为毕竟你看从2007年 然后今年是2023年 它不是每年大爆发 但是每年水温营养盐 这两个条件基本上每年都会符合 所以我看了一下 开始在华语 可能是某些底质的微生物相 通常它就是环境 有一些生物的因子改变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非生物因子的 那非生物因子的 比如说可能就是软化现象 造成的一些生物相的改变 为什么微生物相改变 它会成为虎台增生的一个影响的因子呢 对 大家都很难理解这一点 这个大概在2012年以前呢 有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我觉得非常有趣 它们虎台上面所有的细菌都把它拿掉 然后就让虎台去长 长在实验室里面 然后这虎台发生了什么事 它反而生长不良 就好像一坨的绿色的流 感觉奄奄一息 有点像你看那个青苔 快死的时候 但它还绿色的时候 变成一坨 它就没有叶病状 这个我们实验室也试过 果然是这样没有错 然后但是呢 在这个研究里面呢 它们把分离出来的细菌 慢慢地夹回去 加到所有细菌都回去的时候 它就恢复它原来的形态 可能就是会影响到 它的那个早体的外观 也跟它生长的速率 我们现在发现应该也是有关 虎台入侵 还有哪些谜团未解 打虎又多难呢 这里是绿色前报员 我们下周继续再聊 还有 пят尾 その大家的那 wa sahur 咱们下周继续再到 看洪